首先先來看看 現在俄軍被當這個靶子來打嗎 我們就要來看到是普丁他震怒 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他的那個計劃 已經趕不上變化了 首先先來看到 這地方是在布洛瓦利這邊 俄軍已經在砲轟俄軍的戰車重隊 讓這俄軍急忙轉頭撤退 看到了嗎 有這樣子的一個線在地面上 轉頭撤退 那麼俄軍現在呢 是擊斃了俄羅斯的戰車軍團 而指揮官呢 他就特別有表示這件事情 不過還沒有對外證實啦 那我們就要來看到 軍事專家怎麼說囉 說俄軍這一支的戰車重隊 整線非常糟糕的一個戰術 不僅呢節節派退 而且呢還只能掉頭撤退 那麼現在呢 我們來看到的是 烏克蘭的總統佐倫斯基 他就說要制定 特別的國家計劃來重建 俄羅斯的入侵 不會留下任何的痕跡 那麼呢 當地的官員也特別說 普丁對此的狀況 非常的生氣喔 除了開除8名的大將軍之外 也對了聯邦安全局 表達強烈的不滿 甚至還透露起來的消息 讓他低估了 烏克蘭的反抗力 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美國的國防官員 他就特別說囉 俄軍在這一次喔 過去一天之內 就已經呢 向基輔再往前推進了 五公里了 那麼英國的 這國防官員則表示說 俄羅斯增加部隊包圍烏克蘭的城市 會減少有可能會繼續推進的部隊的數量 也就是說進一步會讓俄羅斯的軍隊進展會比較減緩 那要來關注的是 現在呢 這個俄羅斯的坦克大隊 雖然是遭到烏克蘭的襲擊 但是還是呢 環野顏色 因為呢 他們還是用不同的方向 要朝烏克蘭的這個首都基輔來前進 那麼基輔的周圍都有非常激烈的交戰 尤其那烏方他們也認為說 俄軍主要拿下基輔的決心 有改變的話 他們也會來奮力來抵抗 我們持續來看 那我們來關注的是 根據ETTODAY新聞雲的報導指出 這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國內反戰聲浪 遭到了這個普丁強烈鎮壓 甚至有1.3萬名的抗議者 已經被普丁當局逮捕了 而最近俄羅斯還有這個辦公室 徵兵辦公室 遭到一名男子縱火的這個畫面也曝光 要抗議的是 俄羅斯派遣士兵攻打烏克蘭 這男子呢 在這徵兵辦公室裡頭 先塗上了烏克蘭的國旗顏色 黃色跟藍色 甚至還寫下 我不會去殺兄弟的這個影片 目前影片都在網路上瘋傳 那麼現在呢 西方個股也紛紛宣布了 要加強對於俄羅斯的制裁 美國先前已經宣布 說要禁止俄羅斯的石油進口 現在普丁又表示說 這是西方把自己的錯誤 歸咒給俄羅斯 而西方對於俄羅斯的制裁 他認為不合法 面對現在烏烏的陣中 日本呢也特別有一些時尚的品牌 上次UNIQL已經在3月10號宣布要暫停俄羅斯 境內48間的分店營業 消息一出當地民眾又嚇壞了 趕緊跑到UNIQL關店之前呢 在那邊大買特買 甚至還大排長龍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好 我們可以聽到當地民眾認為說 俄羅斯現在是與世界為敵 包括很多個品牌都紛紛地撤出 要暫停營業 同樣呢 像是快時尚品牌UNIQL 也是宣布要先暫停營運 在俄羅斯的幾間分店 而甚至很多民眾呢 都是很捨不得 這些國際的品牌 所以呢 就在戰爭一爆發 就趕緊先來搶衣服 而且呢 像UNIQL也加入了 理智行列 而現在宣布要暫停在俄羅斯的業務 並且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動 UNIQL也強調 已經捐款1000萬美元跟衣物 給聯合國的難民術 希望可以協助烏克蘭的難民 再來關注是石油大戰 現在美國已經宣布要禁止 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機進口之後 英國也跟進 但是仰賴俄國能源的德國跟日本 目前還沒有跟進 現在國際石油大戰已經開打了 專家分析說 如果俄羅斯戰爭持續油價 可能會飆破300美元 會對全世界都造成嚴重影響 美國禁止俄羅斯石油天然氣和能源進口 英國也隨之跟進 國際石油大戰開打 儘管10號油價大幅回落 但外界仍推估 下週國內汽油價格可能漲1.5元 大家更想問 台灣石油和天然氣到底還夠不夠 在這個月底就到期了 天然氣的部分 主要也是跟其他國家來購買 目前都有按照規定的存量 都是充足的 價格的破洞 但這是全球性的問題 但有專家分析 如果俄烏戰爭持續 國際油價飆升 布蘭特原油價格 輕鬆衝破每桶100美元大關 未來恐怕直衝每桶300美元 炒作出來的是金融市場過多的資金 所堆疊出來 而不是供需產生的 2030年沒有汽油車了 全部都電動車了 也就是說所有的產油國都知道 這是它最後一次 藉題發揮這麼高的油價 全世界的經濟是一個嚴重的傷害 大家都一起衰退 歷史上只有三次 石油價格突破100美元 第一次發生在2008年 隨後引發全球金融危機 第二次發生在2011年 隔年歐債危機走向高峰 而這則是第三次 專家擔憂恐怕在釀金融危機 俄烏開戰 民眾最先感受到通膨壓力 物價扶搖直升 使期待政府能夠努力讓物價穩定 記者綜合報導 俄烏戰爭開打超過兩個禮拜 而最近的進展是在11號 已經傳出說 俄軍已經步步進逼 烏克蘭的首都朝基輔 再往前推進了5公里 另外位在基輔北方的車諾比 核電廠也傳出停電了 可能會引發輻射外洩危機 俄羅斯現在已經聲稱說 有恢復供電 但是烏克蘭說目前 還沒有聯絡上核電廠 我們一起來聽聽 我可以說 那些訊息與Chernobyl 都有點震驅 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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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個時期的日子 所以 我沒有確認 這件事 是一個很嚴重的 我們 因為 因為 gradually 我們 我們 不想說 我們 都失去 但我們 失去 一個很嚴重的 資訊 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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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乌克兰的局势是非常的糟糕跟紧张的 而虽然说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两国外长 在土耳其谈判是没有重大进展 但至少双方岛同意 要确保乌克兰境内的核电厂安全 另外现在除了战争之外 我们也都可以看到泽伦斯基 他都会出面发表谈话 过去两个礼拜他的曝光度大增 其实全世界本来很多人不认识他的 但就是因为这场战争除了关心局势之外 过去泽伦斯基所主演的喜剧的影集的版权 也成了抢手商品 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从喜剧演员出生的 而现在成为了乌克兰的总统 而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战地的英雄 国际舞台也跟着他的地位而暴涨 2015年他主演的喜剧《人民公仆》 也吸引电视台的抢购潮 一共三季的影集当中 他当时是在这个剧里头饰演的是高中老师 而学生把他标骂乌克兰当时的 贪腐的当局的这个政府的影片 放上网就爆红了 后来他也坐上总统大位 而目前的版权代理公司就说 多达个20个国家的电视台 都想要买版权 就连Netflix平台也有意要购买 而且这个版权的费用 大约是落在100万欧元 折合台币3,120万元左右 喜欢吃面 喜欢吃水饺 总觉得少一味的 来 这一罐是什么 海皇XO干贝酱 直接来这个QR Code 快点够QR Code 来帮我扫一下 快点够QR Code里面 有很多中天严选的商品 喜欢的好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